相对于 我说柯文哲的这个进场是有精准计算的 陈时中讲得非常简单 就是民进党的立场 没有价值干嘛要办这个 基本上我们又没有想要当买办 我们又没有想出卖台湾的利益 我们又不想要获得国台办的什么样的赞助 过去我们都知道 台大学院被打的李文辉来台湾 为什么是李文辉来台湾 双城论坛那时候的主要负责人 上海市台办主任 民进党跟陈时中可没有想在台北 举行双城论坛或举行什么呢 中国好声音这类无聊的歌唱活动 所以陈时中讲非常简单 没有价值就不办 言简意干 不要再问说什么叫价值 好 接下来你看 黄珊珊我刚才所说的 两手策略跟老人年金一样 他就不出席 为什么 他一出席年纪的选票就会质疑说 黄珊珊基本上过去 好像是务实 中立的形象 以下是破空的嘛 所以你看 一个是抢选票 抢深蓝的 一个是抢什么 抢年轻人的 黄珊珊在内湖南港地区 在三个候选人的支持度 在年纪这一块 因为工程师嘛 相对较高 所以你看 蒋万安 如果不讲这句话 柯文哲也许就没戏唱 就因为蒋万安 某种理谢告他 共激人的老台的话 对岸停止破坏两岸和平举动 也就是在他当市长的状况之下 他也会有所为有所不为 所以关键也是他 当他对双船论坛 采取较理性态度的时候 柯文哲就见缝插身 所以他信息重不重 我们都看得出来 其实陈时中讲说 没有价值 如果没有办的价值 或没有效果 就不用办了 价值 我不跟你讲那些形而上的东西 什么和平敦言对等 我只问台北市政府 双城论坛从好龙斌时代到现在 办了应该超过十年了 你请问你台北市 从上海学到了什么 你会告诉我们 把列表列出来吗 封城啊 动态心灵嘛 柯文哲就学到这个嘛 柯文哲就学到这个嘛 我采访过双城论坛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记者 从好市府时代到柯文哲时代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学到了什么 早年有一个啦 松烟是学上海的这个 这个老屋再翻修啦 可是那个时候 坦白讲 那个时候台北跟上海 有些东西可以交流 可是现在没有得交流了嘛 你现在交流 你只能学到封城跟红马嘛 没了 而且你只做一个半小时 你就是为了办而办嘛 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老屋翻新也不是只有 中国上海有做 人家日本那个仓库 做北海道找房那个仓库 做得多好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台北市政府 你只要告诉我们嘛 你办了十几年 虽然花的钱不多啦 那个经费真的很少啦 但是你 就是说你很清楚 双城论团其实就是一个政治统战 那你如果在这中间 没有学习到任何城市交流的经验的话 比如说你可以学 比如你告诉我 你学到了上海的什么 那如果没有的话 城市中讲的价值跟目的就这样 效果就这样 就没学到啊 可是政治上的企图 柯文哲有 所以我请教永 柯文哲搞这一招 是在帮黄珊珊 还是在害黄珊珊 你觉得呢 我们现在看起来 他是害到了黄珊珊 但因为柯文哲的算计里面 刚刚宇嫂讲的很清楚了嘛 他就是要用这一个双城论坛的持续的办理 以及他在双城论坛中 用双城论坛来凸显 他在两岸之中是有角色的嘛 他也是在双城论坛中 去提出了所谓的两岸一家亲嘛 他所有相关的言论 大概都围绕在双城论坛的前后在发表 所以从两岸一家亲 两岸不能当仇人 然后两岸关系要和缓 所以这个时候算他共机飞来飞去 我们更要续办 这是他逻辑 他的逻辑是放在要争取国家大位 要抢蓝票 抢红票 但是对于黄珊珊来说呢 如果没有蒋万安他说的这句话 坦白讲对黄珊珊不见得是伤 因为他要抢蓝票 要抢红票 但是有一个更正苗栏的姓蒋的出来 虽然蒋家不一定认同他姓蒋 DNA也没提出来 但是蒋万安都出来讲了说说共军仍绕台 应该停止破坏两岸和平的举动的时候 这就有趣了 其实萨喀都有时候不是只是看那个势力消长 萨喀都你要看对每一个议题 每一个议题的态度 你会发现说 原来民进党讲的不是全错 你讨厌民进党 因为你们蒋万安这么讲 蒋万安他阿公 他争嘱咐 还是当您跟共产党在打仗的人 所以如果蒋万安都这么说的时候 那你柯文哲到底在想什么 你既不更正也不苗栏 也不苗栏也不苗红 但你拼命要把自己染红 这个时候对黄珊珊就是伤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对黄珊珊伤 因为柯文哲是在民众党在全国各地都有推 这个市议员候选人 我在地方听到非常多的人说 比如说这个 这个人本来不错 可能是里长或可能是什么学者或什么 然后要出来本来也觉得不错 就 你是代表柯文哲吗 你卖来问刀 就是说柯文哲现在已经转换成 就是因为他要把自己转成 升蓝升绿升红的票 所以他事实上 他其实是害到所有他的这些小鸡们 但对他来说 他就是要去塑造 他就是要抢国民党的票 所以坦白讲 柯文哲的策略 他的选战策略上 他方向是对的 当然他的价值是错 但选战策略上 因为他要抢蓝 抢红的票 他是对的 反而在讲话这件事情上 策略上他是左出右志 然后他又没有这个明确的想法 但他反而展现了一个价值上正确 就说 人家在那边跟我们飞来飞去 你这个时候 尤其又疫情 你有必要一定要颁个什么双城论坛吗 尤其这几年 就这两年就好 这两年全世界在挺台湾的时候 你要跟台湾作对 这两年全世界在挺 这几天全世界在追思安倍晋三的时候 你要跟台湾 跟全世界民主阵营作对 这是柯文哲的问题 那以后一定会流到黄珊珊身上 其实永宏讲的 大家有一个很客观的民调数字 就是政大选举研究中心 他每年会做一些相关的调查 今年的刚公布 他里面有个政党支持度非常有趣 国民党衰退的减少的支持度 约略等于民进党增加的 所以这是永宏刚刚讲的 就是他抢到蓝军的选票 以前我们台大有一个很长期 那个真的很久从包括 包括以前这个 包括陈明通还在做研究生的时候 就开始做了 你讲的是上古时代的事情 但一直做到现在 我们每一年国科会 包括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那个时候最早是 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这占最多 到了最近后来的这十年 基本上已经不存在 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只剩下什么 八成以上都说我是台湾人 大概还有一些说 我是中文也是台湾人 那最少是说我是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包括国民党现在还没有清醒 然后包括柯文哲 就是因为你不清醒 然后中共这么多资源来 要做关系 所以我就顺势我来做一个 要抢红抢蓝的票 那我再讲一个很简单 就是说双城论坛 到底有没有效益 我只能讲在过去十年 疫情之前 几乎那时候台北市 你随便去哪个餐厅 都会看到有大陆的访问团 仅止而已 除了来吃饭之外 有什么呢 我们学习到什么 或者不要说我们学习到 上海有学习到台北什么 他也学不到我们 那你要办一个城市的论坛 我们这么多城市可以办 你怎么不跟东京办 你不跟香港办 你不跟京都办 你也可以去跟曼谷办 在曼谷过去 可是欧洲人最爱去的地方 这么多城市可以办 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一个 延续好龙兵的政策 就完全是为了两岸上 他有一个发育权 跟事实上台北市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宇桑你要补充 我刚才漏掉的地方是 什么叫俩姑糟糕 而且会有化学效应 我刚才说 柯文哲这样这样 以为是说很聪明 分进合集 你以为国民党吃素的 国民党的反思会是什么呢 蒋万安就叫吴思怀 叶玉兰也出来 在中正纪念堂前面 自由国庄前面 唱了中华民国宋 再来呢 再给我一次 一张票 三四情好不好 本来是两四情 但是呢 蒋万安被迫嘛 虽然说开玩笑 他要抢完品牌 我们要反思啊 蒋万安呢 一定交不动这些人嘛 这些人正是正确说 乖啦 金孙啦 我奶啦 好不好 对 他们不是讲经话 你叫我金孙 对对对 这个倒股之内 太大了吧 帅哥帅哥 我讲一句讲万安 那个 万安啊 乖啊 伯伯来帮你 姑姑来帮你 这些就报仇 结果呢 搞的是什么 蒋万安前面讲那些话 又被抵消掉 那就变成是呢 白德跟蓝哥呢 在红的这一题之中呢 扭打成一团 前面所说的 什么气宝效应啊 就从抵消掉 然后呢 黄珊珊这一段是什么呢 只要呢 有人去问黄珊珊说 针对双城论坛 对 记者去赌麦 你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我们市政优先 市政优先 那你当选了还会举办双城论坛呢 我们在评论 你当选到底要不要举行双城论坛啊 市政优先 市政优先 他就变临师庙 所以我说啊 这一场棋啊 一个是防疫优先嘛 大家以为了 柯文哲很聪明 但后来现在流行一句话叫 主舟啊 他越这样做呢 就会有国民党的一些 不甘寂寞的 自以为是呢 山来红桶品牌代言人 也反之 开玩笑 江山代理权 是我们拿下来的 现在就要把配方交出来 怎么可能吗